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着深厚积累和广泛影响力的歌手 他的每一首歌都能触动人心 每一次演出都能引发观众的热烈反响 而这次他选择在成都的演唱会上与那英一同出场 这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那英作为华语乐坛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他的歌声深深打动了无数人 他的歌曲既有深情的抒情 也有激昂的摇滚 无论是哪一种风格 他都能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次他将与吴白一同出现在成都的演唱会上 这无疑为这场演唱会看点 这个消息一出 立刻引发了粉丝们的讨论 有的粉丝表示非常期待 他们期待看到两位实力派歌手的精彩合作 有的粉丝则表示担忧 因为那英现在的名声非常不好 吴白敢于这个时候与他合作 无疑是给自己作死李克勤 张学游也纷纷做五百思想工作 回转到李文事件 那英倒台 闺蜜王妃也跟着遭殃 圈内神秘大佬爆料 狼狈为奸 随着李文事件不断发酵 那英的名字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网友们的嘴边 他曾参与录制的节目黑幕深重 这位被尊称为歌坛一姐的巨星 竟然被爆出是一个不择手段的商人 在李文的离开之后 福灵点仪的责任人珍妮长时间保持沉默 但如今他终于挺身而出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篇长文 痛斥了好声音 节目组 同时也抨击了那英和王妃 这两位曾参与该节目录制的导师 在他的爆料中 珍妮直言不讳的点名了王妃 谢霆锋 那英等人 声称他们实际上是一群勾结在一起的资本家 均属于不怀好意的集团行为 他的意思是 这些明星们在背后相互勾结 以实现共同的利益目标 那英和王妃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人瞩目 两位歌坛巨星的粉丝 长久以来都在为歌坛一姐的争论中争得面红二赤 然而 有趣的是 这两位音乐天后 却一直被视为娱乐圈内不折不扣的姐妹花 尽管年龄相仿 性格却十分相似 不论是在工作领域还是平时 他们总是保持着高度的默契 相互协助 似乎形影不离 回溯到1998年 当时年仅28岁的王妃 和30岁的那英 携手登上春晚的舞台 演唱了一曲 相约98 这首歌瞬间风靡整个华语乐坛 但这段默契的友情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然而 这段友情不仅止步于此 她还因为一次春晚而达到了新的高度 据传 二人热衷于麻将 不仅在工作之余 常常在麻将桌前共度时光 甚至曾一同手牵手进入赌场 有一次 那英对王妃坦言 她在香港的事业不如人意 感到不开心 王妃毫不犹豫地表示 从此以后 他们要共用化妆间 甚至在自己的演唱会上 她也公然推崇那英 这种友情和合作伙伴关系 从最初的单纯友情 演化为相互受益的合作关系 2018年 时隔多年 王妃和那英再次共同登上春晚的舞台 演唱了一曲 岁月 这个瞬间让粉丝们激动不已 也让网友们为之感动不已 这段不同寻常的友情和合作伙伴关系 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 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有人认为 那英远离了中国娱乐圈 而王妃也逐渐减少了公开露面 这一切似乎暗示着他们的合作已走到了尽头 然而 真相也许更加复杂 这一传闻 涉及到了不仅仅是那英和王妃的合作关系 还包括其他名人 如谢霆锋 谢霆锋与王妃的感情和事业上的关系 一直备受关注 他曾参加中国好声音 节目 而那英也是该节目的导师之一 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合作是有预谋的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娱乐圈充满了流言蜚语和猜测 很难得出确凿的结论 那英和王妃的友情和合作究竟是真诚的情感 还是冷酷的商业交易 或许只有他们自己才最清楚 不论如何 这个传闻 引发了人们对于娱乐圈内复杂人际关系的思考 在这个看似光鲜亮丽的舞台背后 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和利益纷争 或许 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揭开谜底 才能真正了解那英 王妃和其他名人之间的联系 文章启示 随着李文事件的不断发展 娱乐圈内部的黑幕逐渐曝光 让人们重新审视那英和王妃等明星之间的关系 这一事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深刻的启示 其次 这次事件也揭示了媒体和网友的力量 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曝光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它们有助于揭露不正当行为和保护公众利益 然而我们也应该理智的对待这些信息 不轻信谣言 要求更多的证据和背景信息 在李文事件的背后 我们看到了娱乐圈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那英和王妃之间的关系 尽管一度被视为深厚的友情 也可能受到商业利益的影响 这提示我们 娱乐圈不是纯粹的友情和音乐 商业和权利的因素也经常参与其中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明白 明星和名人也是普通人 有优点和缺点 他们的友情和合作关系 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所以我们不应过分神化他们 在娱乐圈或任何领域 透明度和诚实是至关重要的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和评估所发生的事件 此事件也凸显了 我们需要更广泛的透明度和监管 娱乐圈的黑幕和不正当行为 并非孤立存在 这可能仅是冰山一角 这促使我们思考 在其他领域是否也存在类似问题 是否需要更严格的监管和规范 公众应该积极参与 推动透明度和公正 确保所有行业都遵守道德和法律准则 最后 这次事件还告诉我们 名人和明星也有私人生活和情感问题 他们也会犯错 也会受到舆论的压力 我们应该在评论和批评时保持尊重和人道 不应过度追求八卦和煽风点火 而是以理性和平等的态度看待他们的行为 综合来看 李文事件不仅揭示了娱乐圈内部的问题 也提醒了我们在信息时代的媒体和社交媒体中的责任 透明度 公平和尊重是应该坚守的原则 不论是对待名人还是对待任何社会事件 只有如此 我们才能建立更加公正和平等的社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